這隻應該是暫時普及版的JLC 最大隻的JUMBO 如果你的手勢甚至乎你會覺得整隻錶很強勁 一般男性手腕戴上去就有些人會覺得夠大隻 夠強勁 因為有部份人覺得JLC有些Ultra-Thin 太薄 如果太薄的話手腕戴上去就很容易 這隻錶應該是現行模特兒最大的 不過也不是說出了很短時間 可能有十幾年了 應該是2045年左右已經開賣的 那時候一出人覺得很震撼 因為reverse這麼大隻 有一定的厚度 也有很多人在賺的 但是現在已經在二手市場 或者是店鋪在香港很少見到 因為香港reverse事實上是少了一些 大家記得不要這樣拍下去 拉到最盡才這樣上進去 這隻大家看到了 其實它是一隻八日鏈的機芯 我自己挺喜歡這個設計 實在是有點特色 好像Jumping Hour那樣 我已經令到盡了 不然它就一直這樣 一、二、三、四、五、六、七 它有一隻日版的 用中國數字字的 這個八是紅色的 更獨特一些 其實這隻手錶也挺過癮的 其實它有兩隻的 當年一出 這隻八日鏈有一隻是Displayback的 我覺得反而當日看 Displayback就貴一些 因為有Power Reserve在表面上 反而現在覺得這個樣色 就好像獨特一些 可能隨著時間 大家對於這個看法都不同一些 就從審美的角度 記住大家推到最盡才推進去 不要中間這樣拍進去 也有一罐JLC 一些雕花的面 藍光指針 大大隻實在是挺有趣的 多謝大家